今天的信息是回应神透过父母传递的爱 我们的神透过父母传递各方面的爱 第一是神将爱放在人和动物的父母里面 这个让我们看到神是充满爱的 为什么人和动物的母亲、父亲有时看哪一种动物 为什么会对他的子女有那么多爱呢 因为神将这个爱放在里面 所以这个爱的来源是来自神的 在二塞书社九章十五节说 婦人因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连述她所生的儿子 即是有忘记的 我都不会忘记你们 这个告诉我们 神将这个爱放在妈妈的里面 所以他们会连述他们的儿女 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即是妈妈的本性是不能忘记她的儿女 她就算上班 她都会想起她的儿女 如果她的儿女不舒服 她会想起她的 这个就是妈妈 神放在妈妈里面的爱 而圣经说 就算妈妈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 如果人充满爱 我们看到动物也是 大家看到这些图 老虎 这个是一只猿猴类 不同的动物都会对她的儿女 是有爱的 因为神将这种爱放在她里面 甚至是鳄鱼 这里我没有映过图 我形容一下鳄鱼的爱是很特别的 因为鳄鱼是冷血类动物 有些人以为冷血类的动物不会有爱 我们看到那些鳄鱼生蛋的时候 他们会找到一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地方 在水里看到上高有一些泥土 可以遮住那些蛋 他们就会爬上那个地方 挖开个孔 然后生了蛋在那个孔 然后用泥土就盖住它 然后就下来在水里 它是会不吃东西 一直等那些蛋枯化 在那边看着的地方 因为如果一旦有什么动物来 搞那些蛋 它立即会走上去攻击那些动物 然后等到那些鳄鱼 枯化的时候 它听到那些鳄鱼的声音 因为我都在网上看过 大约是这样的声音 谷 谷 它听到它会走上去爬 爬开 然后它就会将鳄鱼仔 担在口中 因为其实那里的距离不是很短的 是有回到上下距离 如果太近 是会被水浸了 它要在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水浸不到的地方 它上去那里 就将鳄鱼仔 放到它的口中 然后它放了一只鳄鱼之后 它还要担第二只鳄鱼 担完第二只鳄鱼 又担第三只鳄鱼 其实很难的 因为鳄鱼的牙很腻的 就算我们自己来说 如果我们放了几样物体 叫你担一样 担一样 担第二 都是很难的 那些鳄鱼 它要将那些鳄鱼 一条一条 担到口中 它不是全部担完的 可能担几只鳄鱼 然后就下水 放下那些鳄鱼仔 又再上去 又担其他那些 它过程是非常小心 它不会说 咬到那些鳄鱼仔 它是非常小心 就是看到到 神给鳄鱼都有这个爱心 去怜悯他的子女 其实爱心就是来自神 因为神就是一个充满爱的神 祂是怜悯我们的神 祂知道了我们的情况 我们看看人生孩子 我相信这个也应用在其他动物 神创造的胎儿的头 方向是可以生产出来的 生产的时候是极之痛 母亲见到婴儿出生是最开心的 其实那个过程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这个脊骨 两边是盆骨 然后那个胎儿 就在盆骨中间的上膏 由它到它生的时候 它就会 将这个盆骨 就是牙开一点点 然后在那里出来的 这个过程是人来说最痛最痛的 因为身体真的要开到尽 让那个婴儿可以出生 所以我都看过一些影片 拍到妈妈生了婴儿的时候 她叫得很厉害的 很痛苦的 我自己都可以想象 不是真的想象到她的痛 我想象到有时候 我自己很痛的时候 有些事情要做 或者医生要做一些事情很痛的时候 都会有辛苦的感觉 而我听到她的喊声 我知道她是很辛苦的 所以在生产的时候 她是很痛苦的 而当她一见到婴儿出生 她就很开心了 因为她看到她的婴儿出生了 她就会忘记她的痛楚 圣经也有说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那里说 耶稣说 我说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然后二十节那里说 你们将要痛哭 爱好 世人都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已变为喜乐 苦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耶稣说到 我等不多时 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然后再等不多时 你又再见到我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要被钉十字架 然后复活 复活之后升天 所以他们就再见不到他了 但是呢 之后他又会再回来 他再回来 那些门徒就会 见到他了 死人要从死里复活 他们就再见到耶稣了 你们将要痛哭 爱好 就是说 当他们见不到耶稣的时候 而他们面对迫白的时候 他们会是不开心的 而世人就开心 他们将会很忧愁 但是呢 你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因为呢 神要与他同在 圣灵要与他同在 他有喜乐了 而最大喜乐 就是将来有一日 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 那婦人生产的时候呢 他就会忧愁 因为呢 他真的很痛啊 因为时候到了了 生了个儿子 就不再纪念那个苦楚 那个辛苦就会忘记了 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所以我们的母亲他们生我们的时候呢 其实他都一定经历很大的苦楚 那第一呢 就是十月怀胎 就是在肚子里面多了一个这么重的BB 要时时好小心 那由到生产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我听回来 就是会阵痛 那阵痛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 我们都会有点痛楚的嘛 但是那个阵痛呢 是会越来越痛越来越痛了 那然后呢 到了最后生的时候呢 更加是非常之痛楚的 我看到那些女人哀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她 就是好像叫救命那样的 就是我们的妈妈生我们的时候呢 她都一定经历这个痛楚 所以我们都可以告诉她 我知道你生的时候是很辛苦的 而你看到我生出来是很开心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妈妈说 就是我多谢你生我出来 那么辛苦 你生我出来又照顾我 那就是人和动物的父母会保护 用她的生命保护她的子女 那这里的图呢 就是看到那儿子要被车撞到 那妈妈会保护她了 那这个都是真是 是只有妈妈才有这个动力 当然爸爸都会有这个动力的 那但是因为妈妈生的孩子 她那个爱呢 是更加强 而且也是因为 神做女性呢 是更加强烈的感情的 神做男性呢 就更加强烈是做事 那个事务 目的 而女性的爱呢 是更加强烈的 那所以呢 女性的爱呢 是很强的 在那个危急的时候 她真的会不顾性命 去救她的子女的 那也有些动物都会的 那下面这个图呢 大家看到呢 就是有些小鳥站在那儿 那一只炮走上来 走到那个鸟斗那儿 要拿她的那些子女来吃 那但是那些小鳥 其实跟她相差很远的 她会刮她的 就是她会保护她 会刮那只炮的 那我也都见过 有蛇 捐到那些小鳥的洞 那些树洞那里 要吃那些小鳥的宝宝 那由那只小鳥 就会刮那只 刮那只小鳥 那由那只小鳥 就拍到那只小鳥 担着那小鳥的效力 那小鳥又飞了 飞了又要回来 再刮那只小鳥 即是她要攻击她 令到她走 那这就是说 父母会用自己的性命 去保护她的子女 这就是父母的很大的爱 那我们都感谢天父 赐给我们有世上的父母 我们有天上的父亲 那我们也有世上的父母 是神赐给我们的 那圣经也形容父母的爱 在诗篇 即是我们的经文就看到 母亲不能够忘记 她吃乃的婴孩 然后诗篇103篇 就形容父母的爱 第11节那里说 天理地何等的高 她的慈爱向敬畏她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来西又多远 她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亦又多远 父亲怎样连率她的儿女 也说也怎样连率敬畏她的人 因为她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这要讲到天理地多高 天有多高 我们能否跳上天呢 我们跳上很矮的高度 跳不到一间屋的高度 而山的高度我们也跳不到 但天有多高 是高到我们想象不到的 神的爱就这么大 我希望大家真的看到神很大的爱 为什么我们看到神的爱是这么大呢 因为它各方面都是照顾我们非常之好的 它创造我们身体非常之奇妙 它创造整个宇宙世界都是非常之美好 是每一样东西都是最适合我们的 食物是最好吃的 又对我们健康是对我们最好的 这个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刚好的距离 所以地球不会太热 又不会太冷 然后月亮和地球的距离又正好 如果再近一点 就会每天都有海啸 因为我们每天的潮池 涨退都是因为月亮 它去到哪边的水就跟着去了 这个潮池涨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会令到海有波浪 就会有一些氧气走到海里面 就算是很深层的水底 都能够有生物在那里 因为这些潮池的浪 这些都是神很细心的照顾 而这些动物和植物在水里面 都是对整个地球很重要 因为它是会维持地球的氧气 其实我们很多氧气 都是来自海洋里面的植物 这些都是神很细心的创造 而且神猜忍祂的独生子 祂所爱的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死是一个很大的爱 然后祂又将圣经赐给我们 又猜忍圣灵感动我们去信主 又猜忍神的儿女去向我们传福音 又感动基督徒去关心人 就是赐给基督徒有爱心 当祂信了耶稣之后 基督徒会有爱心 会帮助其他人 然后圣灵一直带领我们 而当我们听话的时候 神是很欢喜的 神就大大的祝福赏赐 就算我们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这个赏赐是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 神整个生命都祝福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听话的时候 祂就提升我们去到高的层次 整个生命发挥能够进入神 为我们预备这个有良善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计划 这个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各方面的恩典 也都是有永恒的赏赐 就算我们的行为不是那么完美 我们求主赐免 我们所有的行为 好行为都会被纪念 都会永远被赏赐 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就说 神啊 你的爱真是比天更加高 你的慈爱是极度极大极大的 有些人去过天堂 他都说 耶稣的爱涌过来 他看到那些波浪过来 是很大的爱 他说 那个人叫Ian McCormick 他是曾经死过去过天堂 他看到耶稣的爱涌过来 他就说 耶稣问他 你留不留在这儿 还是你回到地上 耶稣 这个 Ian就说 他说 我是不配的 我犯了很多罪 耶稣的爱涌过来 他说 我 我又吸毒的 那些爱涌过来 好感动 接着他说 我和很多女人上床 接着耶稣的爱涌过来 他说 没有人能够预备好 迎见耶稣的 当耶稣的爱涌过来的时候 我们是想象不到这么大的爱 我自己经历过 圣灵很大的爱 就是圣灵 当安卡罗为我按手的时候 神的爱很大涌入我里面 我心里面是非常感激神 我也都知道天堂的爱 是比地上的爱大很多倍的 我知道神的爱是极大极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感激神的爱 同时我们都知道 神的爱也透过我们的父母 是祝赐给我们的 其实我有今天 虽然我父母有很多问题 有离婚 后来总之家庭里面有很多争吵 不过始终对于我来说 起码有一个家庭 让我能够长大和能够读书 有机会读书 如果不是 如果情况更加差的时候 我连读书都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根本我不能任何人做到牧师 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 亦都为我预备很多各方面的恩典 神给我的恩赐 机会 都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我说神 你的爱是很大很大 求止帮我们都感激神的爱 也都感激神透过我们父母 给我们的恩典 祂如何养大我们 照顾我们 各方面供应我们 我们都感激父母给我们的恩典 然后东尼西有多远 祂叫我们的过分离开 我们也有多远 将我们的过分 丢掉 赏免了我们的罪 父亲如何连率他的儿女 有些人就会说 父亲的连率是很强的 不过也有些人说 我爸爸不连率我的 没有什么爱心的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 不过这里的圣经讲到 普遍来说 父亲都是对子女有感情 有怜悯的心 都是看到子女的时候 他都是想做一些好的事 我记得我爸爸 我小时候 虽然我家里真的有很多赌博 但我爸爸有很多东西教我们 是对我一生都有帮助的 其中他小小的教我们 掌上压 sit up 就是睡在那里坐起身 还有打沙包 这个都是我从小开始 那个运动 就是有这个运动的兴趣 还有有一次我见到他吹口琴 我叫他教我吹口琴 他就教我 写了个简譜给我 教我吹口琴 这个是我音乐的兴趣的开始 后来我就各方面去发挥 我爸爸都是有音乐的恩赐 我记得他小时候 我小时候听到他弹那些 中国那些乐器 弹奏出来是好听的 这个都是我爸爸给我的一些好的地方 其实他的工作都是供应我们很多年的 虽然中间有很多赌博的问题 但依然他都是照顾我们很多年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照顾 我根本不会有今天的 我多谢天父 给我爸爸的照顾和爱 而这儿就讲了 父亲怎样连率 当然这儿讲到一个好的父亲 神都是这样连率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 我们不过是尘土 因为我们人都是尘土来的 我们人都是软弱的 我们有我们的疾病 我们身体会衰败 我们有健康的问题 我们都有我们的愚蠢的地方 做错决定的地方 神知道了我们的软弱 神思念我们的软弱 祂是想祝福我们 怜悯我们 祂是永远都想帮我们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说 神有你真好 有神万事足 我有神 我就整个生命都能够提升了 我就不会觉得不備爱 有些人说 哎呀 没有人爱我 我们怎样都有我们的天父爱我们 也都天父透过我们的父母 和我们周围的朋友 和教会里面的教目 和弟兄姊妹都有爱我们的 我们都感谢神 透过不同的人爱我们 然后在《路加福音》也都讲到 这个浪子的比喻 讲到有一个人 有两个儿子 那个儿子跟爸爸说 爸爸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这个真的很不孝 因为他爸爸还没死 他就已经叫他把家业分给他 他的父亲就真的这样做 说到这个父亲非常之好 就把那些产业分给他们 这儿在我们来说 应用在我们身上 其实神已经今世给我们很多恩典 我们个个基督徒都有很多恩典 其实神已经将这个恩典给我们 然后过了没多久 这个小儿子就将他所有一切 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 再拿去任意放荡浪费之财 这是《路加福音》15章11节开始的 这个浪子只想得到他爸爸的钱 他不看重他和爸爸的关系 浪子得到钱只是想追求作乐 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天父 是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礼物 其实很多人就是想得到天父给的礼物 其实我们所领受的食物 有太阳与水 可以有耕种和各样的资源 譬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工业 那么多的建造 都是因为神做的石 神做各样的材料 金属 钢铁 这些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 人其实在世界上是享受神做的很多东西 不过很多人就像浪子 他们拿了神给他的东西 他就只是想离开神 他不想和神有好的关系 他离开神 他不想去亲近这个神 其实有很多无神论者 都有基督徒向他挑战 就是告诉他神的证据 这个世界如何证明有神 那些创造论者让他看到神的创造证据 有很多这些科学家看到的证据 其实他们是无言可答的 但他们不肯接受有神的创造 其实有很多都让他看到 这个世界和这些化石是证明有神创造的 这些争论在网上有很多 而有一个人比较出名叫James Tour 名字比较容易记 James Tour J-A-M-E-S T-O-U-R 就是好像去旅行 Tour 去游的地方 James Tour 是一个科学家 他是研究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化学物 而他研究是很深度的 不是那些浅层的 他研究在人和动物的细胞里面 那些有机化学物 他分析那些有机化学物 他就说没有可能自己变得出来 他也去研究推翻那些人 有些人就说这些变出来 他就挑战那些人 他说 我就算给了这些化学物 你可不可以把它研造成为某一些化学物 就是来由这些化学物 不是你整个人 你给它一个自然的方法 你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能不能制造这些东西 然后他说就算我给了你所有材料 你可不可以制造一个生物的 他就挑战这些人 他说给你一段时间 如果你能够挑战 能够说我做得到 他说我会将我所有的影片 攻击这些进化论的人 我就会将这些所有影片 全部放下架 但是没有人能够回应他的 他是有很多很详细 很清楚地讲到神的创造 所以其实很多人知道神创造 不过他不肯去回应神 不肯去到神那里 不肯去到神那里 好 这个浪子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个地方大租饥荒 他就窮腐起来了 他就去投靠那个地方一个人 那个人就找他去放猪 但是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盒 充饥但是没有人给他吃 他离开这个父亲之后 就非常之窮苦可怜 就是他当那些钱用完的时候 正如人离开天父 生命都是会枯干和可怜的 很多人其实他们没有神的时候 生命是很多痛苦 很多不开心 很多烦恼的 而这个世上有很多人 他们没有神 是很多烦恼 不开心 家庭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就算他有钱 但他未必是开心的 他家庭的问题 他子女问题 或者家庭争产 争那些家产 家庭里面的争吵 他自己里面的情绪问题 其实很多人 他们没有神的时候 他总有他的苦怒 人没有了神 心灵是空虚的 但是这个浪子 感谢神 他就醒不过来 他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那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乃女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罢 这个浪子 他在困苦之中 就醒不过来 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一些人 在困苦之中 就醒不过来 就这么惨 就想找一些方法 这个浪子就想到他爸爸了 我希望我们都会想到 我们的天父 他真是 创造这么奇妙 真是一位神这么爱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不去神那里呢 他就 想起他爸爸 他就想着了 他就回去 他说 我爸爸那里有 不少的故宫 他请了很多工人 口粮有余 食物有余 我在这里饿死吗 于是他就想到 他回去找爸爸 这个就是醒悟了 我希望我们都会醒悟 我们没有神是几惨 或者我们有耶稣 但是呢 好像没有把问题交给耶稣 给耶稣去处理 而是自己背着重担 所以做人做得很辛苦 如果我们说 神啊 你这么爱我们 你会照顾我 我就将一切的事 交到你的手中 听你的话 这个浪子就想着 回到他爸爸那里 他说我得罪了天日 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神 得罪了你 他就当是向他爸爸 去说一句说话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故宫 他就说 就算做工人 都比我现在饿死了 这个下面写着 就是醒悟现在的状况 他醒悟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醒悟其实他不需要饿死 醒悟他有出路的 可以去到他爸爸那里 有个出路 他不用饿死 在当时他就醒悟了 希望我们都会醒悟过来 《路加福音》15章20节那里就说到 于是浪子就起来了 往他父亲奶泪去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汗 连连与他亲嘴 这个说到他就去爸爸那里 他来说其实他觉得 我都是做过故宫 但是他爸爸的反应是完全不同 因为就是爸爸的怜悯的心 我们父母对我们怜悯的心 他爸爸看见就动了慈心 他心里面就有怜悯的心 就跑去 就不是走去 跑去 就抱着他 就连连与他亲嘴 这个真是他爸爸的爱 无条件的爱 他对于他爸爸 其实他第一个反应 反而是想得到一些好处 我没有想到我爸爸对我的爱 我没有想到我爸爸怎样照顾我 怎样对我好 他不是想到这些 他不是想到他爸爸的爱 而是他想到 我现在很惨 就是我需要我爸爸去帮助我 他的心就是想得到一些帮助 想得到食物 但是他爸爸的心是完全是关系上的 就是见到个儿子回来 是开心到不得了 就跑去抱着他的颈巷 连连与他亲嘴 那这里我们可以想象 浪子回来一定又骚又臭 就是在胃猪 胃完猪 不会有三缸的 走这么远的路 一定是又骚又臭 但是他爸爸也不介意 就抱着他 疼他 我相信他一疼他的时候 哇 真的聞到很臭 但是这个爸爸不介意 天父也一样的 我们见到我们很多罪 其实在天父来说 他对于罪的看法 就是很臭的 很难忍受的 因为神是圣洁光明 当他见到任何的污蔚 他是不能忍受的 但是他依然来到亲近我们 去射灭我们的罪 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到天父真是很好的 地上的爸爸都是对我们好的 那儿子依然说回他准备说的话 他就说 那个儿子就说 父亲啊我得罪了你天日 得罪了你从今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他依然是 就是觉得他爸爸 也不会接下来他做儿子 只是说 我得罪了你天日 得罪了你 不配奥称为你的儿子 就是他想着 只是做个工人 所以他是不相信他爸爸的爱 他看到爸爸的反应 他也不相信他的爱 希望我们看到神 对我们这么多好处 我们也想到神的爱 而他爸爸的反应 就吩咐仆人 就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点来给他穿上 把戒指带在他指头上 把鞋放在他脚上 把肥牛毒牵来 宰鸟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他们就快乐起来了 那这里就说到 他真是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子 但他也会有很多地方 对我们做好的事 而我们有好的时候 然后他会开心 好了 我们看到上面的经文 看到妈妈和父亲对我们的爱 而圣经就吩咐我们的回应 就是说 孝敬父母 在《二佛所书》六章二节 那里说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戒命 这是圣经吩咐我们 神吩咐我们 因为神将这个爱放在我们父母身上 神是很想我们回应的 回应 神将这个父母爱放在他们的身上 爱我们 照顾我们 神想我们都爱他们 去回应他们的爱 同时都是感激神给我们的爱 这个就是基督徒第一的本分 应该去爱 孝敬父母去爱他们 去帮助他们 祝福他们 而在圣经出埃及的二十一章 十五和十七节 就讲到很严重的警告 就是咒罵父母要把他自死 打父母要把他自死 就是说如果骂父母的 打父母要把他自死 这就让我们看得到 神是不喜欢人得罪他的父母 是想我们去孝敬他 这个就是圣经的吩咐 而圣经也讲到 使生理的快乐 针言二十三章二十四节 二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理的快乐 这要讲到如果我们是一个二人 就会令到我们爸爸很开心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追求神的圣结公义 做一个好的人 我们的爸爸是会开心的 如果我们父母生了一个智慧的儿子 就是我们成长是智慧的 我们的父母是会因我们而欢喜的 圣经就讲到我们使我们的父母 欢喜使生理的快乐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令到他们开心快乐 当然第一上面经文就讲到 让我们真是做一个二人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去遵从神的吩咐 发挥我们的生命 令到我们的父母安心快乐 亦都在关系上 就是关系上令他们欢喜快乐 去关心他们 跟他们沟通 说一些令他们开心的说话 有时跟他们说一些笑话 就是有些好像友谊的关系 有时有些人见到父母 就会比较难一些 跟他们讲笑 跟他们玩 这件事是比较难一些 在很多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比较难一些 不过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件事 家庭的气氛是会改变很大的 都可以尝试一下 有时跟他们开心玩一下 那些方式是他欢喜的 令到他欢喜快乐 总之他令到他见到我们的时候 都很开心的 好了 我跟着讲一下就是说 很多时候有一个事实 就是家庭的而且有很多问题的 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而能够去爱父母呢 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欣赏 想起父母对我们的恩典 和他的帮助和照顾 他们养育之恩 从我们小时候 一定每一个人都经历 父母和我们压片 小时候我们都不懂 供应我们的需要 一定给我们的东西吃 给我们的地方住 给我们的地方睡 给我们的衣服穿 需要的东西给我们 又给我们的教导 然后照顾我们 又付出感情 父母都是对我们付出很多感情的 这些图片都看到了 左上角 就是他跟那个女儿上学 他都是表达关心和爱 第二幅图就是 他的子女病的时候 他的妈妈都照顾他 是有爱心的照顾 还有帮他做功课 教他如何做功课 跟他一起参与去买东西 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一样的 其实我们绝对是可以跟父母一起参与 做家里的东西的 有这个小孩受伤 他妈妈就跟他 贴膠布或者照顾他的手 同时 这个妈妈的方法 令到他很舒服 因为他的头都靠着他的儿子 这件事是一样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传递爱的 就是这个身体接触 而当右下角这个图装 这个儿子大学毕业 他的父母是很开心的 这些都是他父母一直对他的帮助 和爱和照顾 可能有些人说 我父母不是那么多 但起码有一些我们都应该算了 但在这个成长过程 这个互动是两方面的 有正面和负面的 尤其一直大的时候 最小的时候 通常来说正面比较多些 但大的时候开始 有时觉得父母说的说话不合理 或者有时父母都有很多压力 父母都不需要处理 于是他们就会有些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说话 其实双方都有责任的 因为子女其实对父母的回应是怎样呢 有没有很感谢他 欢喜他 令到他们开心呢 因为子女的不开心 子女的负面的说话 不听话 也都令到父母容易发脾气 容易是说些说话令到子女不开心的 所以这个是双方都有责任 想回我们自己 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 令到我们的父母不开心的呢 还有我们都看出父母 他未必懂得引导和欣赏 因为未必我们的父母 学过怎样做父母 怎样去照顾子女 怎样去有爱心的 他未必懂得的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 他未必做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的 而子女同时是很多不懂得珍惜父母的爱 都是不懂得多谢父母怎样爱 怎样欣赏他们 这个都是我们想回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到父母的不好 我们都想回我们自己有没有不好 那我们也都求主赦免我们了 父母亲和子女之间可能有些严固 有的严固可以是代溝 思想立场不同 就是看法不同 这个一定的了 因为两个时代的人 那个想法一定是有不同的了 然后就缺少欣赏 缺少感恩 就是少去欣赏 就是说 爸爸妈妈你用这么多时间 去赚钱做工 煮饭照顾我们 我们就多些欣赏他们 多些欣赏他们 他们会开心 也都会 我们的 因为我们在教会长大 我们学会得欣赏人 他们有时候会见到我们欣赏 都会跟着我们去欣赏我们 这个都是可以有一个互动 而有时会有 误会 有伤害 就是大家有些 误会 有些 就是做一些事 对方以为你做错 或者以为你的动机不好 说出来的时候 令到一方面觉得很委屈 就不开心 就有受伤害 这个在成长的过程 都很容易发生的事 也都有情绪问题 就是我们有情绪问题 父母都有情绪问题 他有时不开心 他的压力 他有时就会在子女身上 子女也会发生的 有些反应 不开心 或者是 轻轻走 或者是进房间 关门 之类的 或者是会翻舊帐 不能夭恕对方 或者是偏心 比较 或者是重男轻女 有时就是父母 对子女有些偏心 这个疯了 这个多一点 但是 子女也会有时 就会好像 好像人家的爸爸妈妈好一点 好似你呢 人家那样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心里面 都会比较 都会不喜欢他们的 有时对我们的方式 那这个都是一个互动 我们越对他好 越可能可以改变这个关系的 那我们应该看出对方 有时用错方法表达 关心 仍然是出于关心和爱 就是有时他的方式 是可能传递不了 爱给我们 但是他的心是想关心 想帮我们的 譬如有时管教 那儿子女就觉得 你管教我好严厉 但是他的出心是想我们好的 那我们都想过出心 有时未必他的方法 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他的出心 都是好的 有时他督促提醒 提醒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 有时我们觉得很沉气 很长气 那我们就觉得不喜欢了 或者是比较 你看别人讀书多聪明 别人多聪明 你看别人多孝顺 那些人会比较 或者责备 有时会责备 那就不开心了 因为对方责备自己 那我们都看出他责备 我们都是想我们好的 或者是惩罚 那我们当我们看出 他们有时都不懂得 用一些好的方法 那我们看出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那么激气 还有现在来说 在这个时代 是特别 这一段时间 政治和观点的对立 也都造成家庭的不和 在网上很多的社交网络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还有其他 都是发表了很多 不同的政见的看法 对于人生的看法 而当一个人看开一种影片的时候 他就会将更多这些影片 传给这个人的 这样的时候 就有一个后果了 政治对立更加强烈 如果譬如父母和子女 有个政治不同的看法 那当父母看YouTube 越看就越激气 就是看某方面的 那子女又看另一方面 那他就越是比 譬如我用A和B比较 那父母看A的 譬如这样子女看B的 那他越看A 就越多A的影片 給他看 那子女越看B 就越多B的影片 那越来越对立 那其实这件事 我们发现 是近年来 是严重的 在香港和全世界都是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当他选举的时候 那些人在这些 社交的网络 传递的信息 是令到人有对立的状况 那变了 就是这个社会更加不和谐 家庭里面也不和谐 那这个呢 就会造成家庭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知道 这件事的时候 那我们就明白 就是为什么 现在那些人的 政见看法会这么对立 那我们就需要留意 社交平台对我们的影响 有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 那虽然我们知道 其实每一方面都有错的地方 就是不会有一边 全部都对了 全部都有错有对的地方 那我们就明白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 那我们就接受 这个世界不完美 就不是有一个 偏激的态度 去仇恨对方 就算对方有些问题 我们不是仇恨他 或者对立 或者憎恨他们的 那也都不要针对 意见不同的人了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了 家庭的政见不同的时候 就不要针对他 就尽量避免讲这些议题了 就是大家可以协议 就不要讲这些政治的议题 或者一些看法的对立 而争论都没有益处的 都改变不了 所以这个世界 我们都改变不了的 那我们只是跟从耶稣 耶稣的方法能够改变人 帮助人去爱神 爱人 关心人 令到这个世界有好的地方 是耶稣才能够改善这个世界 政治是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 那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神帮助我们 注目在耶稣 注目在跟从耶稣 以及如何从耶稣得力 跟从耶稣的方法 可以我们影响这个世界 有更多的爱 放更多的爱 在我们家庭里面 而不是一个对立的状况 好了 我们怎样遥述 譬如家庭里面 有些很多不好的经历 有些不开心的地方 那我们怎样遥述 和善待父母亲和子女呢 譬如有些 你中间已经是父母了 那怎样善待你的子女呢 第一就是欣赏对方的爱心 就是欣赏对方任何做得好的地方 都称赞他们 和看出对方的伤害压力和痛苦 就是对方都有受过伤害 他有他的压力和痛苦 所以他处理不了 他不懂得处理 所以他就会有这些不开心的表现 我们就看出他 接受他 也反思自己的问题 那我自己有没有爱对方呢 我又没有激气呢 我又没有有些说话令到对方难受呢 而圣经是说 神喜悦 我们善待人 我们爱人 神是欢喜的 那我们就不反复思想问题了 就是有些什么困难问题 不去反复想着父母怎么不好啊 子女什么不好啊 越想越差 所以我们就不反复思想这些问题 那些问题就会 就是不给他影响 更加用爱心是可以改变 不是代表我们不承认那些是问题 那些是问题 但是越注目的问题 越是指责对方 说对方错 那些问题就越大 反而我们的爱心呢 就可以融化一切 可以帮助对方改变的 也都帮我们自己改变的 所以我们不去反复 想想对方做错的地方 和谐更加舒适 和一起居住 是更加开心的 大家和谐的时候 那也都有一些行动 比如爱心上礼物啊 或者和他一起喝茶吃饭 这些都是一些 爱心的行动 令他开心的 他有一些喜欢的东西 特意买给他 也都用言语上表达 就说我想你开心 我多谢你照顾我 我多谢你 那我就买了这个礼物送给你 那这个就是一个 表达爱心的方式 和爱心的行动 和和谐更加容易传呼音 当我们有爱心的行动 去帮助他 陪伴他 去看说他 去说一些好的话 送一些礼物 这样的时候 家庭更加和谐 是更有机会 去传呼音 去带领他们信耶稣 因为我们最大的礼物 送给他们 是帮他们信耶稣 他们将来去到天堂 这件事是最好的 也都我们可以 将一些开心时刻 和欢乐和幽默 放在家中 我们都可以尝试 尝试这样做 有时请他们喝茶吃饭 和分享一些开心的东西 有时因为家里的气氛不好 有时有些儿子 回到家里就不说话 不想说 因为家里太多负面的说话 但有时我们有好的经历 我们可以说一些好的经历 特意不要用一些说话 挑釁他们 譬如说 有时他们不肯上来就说 我们说教会很开心很开心 有时他可能不是那么欢迎你听到的 但我们有些不用说到教会 就是有个人 我们相处很开心的时候 我们说出来 都会令到他有一种开心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分享一些 我们生命的经历 无论是开心或者是有些困难 分享他们就觉得好像有份 和我们在生命之中有份 也有时可以用一些幽默 回应一些负面的说话 譬如说 你做事这么慢 我说是呀是呀 我都好像龜这么慢 他就会笑一下 放一些幽默在家里面 去改变一下 说一些笑话 令到家庭的气氛改变 如果我们感激和回应父母的爱 就是感激他 就更能够将耶稣大进家中 就是更多的爱心和礼物 陪伴他们 一起去怀祝他们 去玩一下 去帮助他们 去做一些好的事 令他们开心的事 说一些好的话 耶稣的恩典更容易进入家中 这个家庭就更和谐 更容易信耶稣 将来在天堂上 神是 大家我们很欢喜 神又欢喜 还有他们都会很欢喜 原来是你带了我上天堂 亦都是他们信耶稣 他们会看到耶稣的尾线 他们都会对我们的关系更加好的 但是全方向上 我们都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 不要用一个挑衅的方法 而是用一个柔和的方法 让他们看到神的爱 我们对祂的关心 也都让他们知道耶稣很爱祂 耶稣很关心祂 耶稣可以帮助祂的问题 帮助他们去跟随耶稣 求主帮我们反思我们和父母的关系 或者和子女的关系 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在家庭里面有好的见证 靠着耶稣是冲破一些障碍 可能有些家庭真的没有什么说话 好像说话都是负面的 都是批判的 那我们怎样去冲破这些难阻 去将爱一步步带去一些家庭 如果有些家庭真的比较困难 有时一下子改变都很难 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接受 是这样的 而有少少改变我们都开心 我们都可以欣赏对方 我开心你今天和我说这些情况 我很开心 或者我们说一些事情 他有开心的表现 你可以说 妈咪我看到你笑 我开心看到你笑 他听到他都会觉得开心的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首先我们自己心里柔和 就能够更加影响他们 所以祝福今天在座的母亲们 能够开心 能够有开心的母亲节 也祝福我们中间的子女 更加对父母有爱的表达 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恩待 祝福我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透过父母 将很多爱放在我们生命之中 让我们尝到父母的爱 可以尝到神给我们的爱 神给我们的关心 就是透过父母去照顾我们 其实父母给我们的照顾 实在很多很多 我们想一下我们今天能够成人 能够有我们的学业 有我们的事业 有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有家人的照顾和支持 有居住的地方 都是父母带给我们的 我们多谢天父 也都多谢我们的父母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在家庭里面更多的孝顺 和更多爱心 更多的欢喜 让我们冲破一些家庭里面的障碍 如果我们家庭中有些不开心的 有些烦恼的 有些负面的说话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因为这些负面的说话 而有强烈的反应 而是会有爱心的回应 或者是内心的回应 能够将更多爱心放在家庭里面 用爱心来融化这些不开心的事 求主施恩祝福廉悯 加力给我们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得胜有余 靠着耶稣得胜有余 主与我们同在 加力给我们 赐给我们爱心 赐给我们平静的心 不被家人的各方面不好的影响 也都不要被家人的政见影响 求主赐给我们平安的心 多谢天父 赐美天父 多谢耶稣 耶稣是爱我们的 耶稣是祝福我们的 耶稣是祝福我们的 耶稣可以祝福我们的家庭 满有神的恩典 多谢天父 赐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祈祈奉 祝福祝耶稣圣名阿妹 祝福今天在座的母亲妹 都有一个开心的母亲节 祝福你和你子女的关系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开心 祝福我们的子女 这里中间的子女 对父母更多的爱心 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 能够享受你的家庭 请接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们的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将爱带到家庭里面 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祝福我们整个生命 每一方面 不单只是教会生活祝福 并且祝福我们家庭生活 祝福我们整个生命 祝福我们内心世界 让我们里面有平安 亦都我们的平安喜乐 能够流露出来 去祝福多人 主与我们的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